第二間我去了的百貨公司就叫Selfridges 自己都很推薦大家去這間百貨公司買東西 因為它的品牌很多 而且很集中 即是無論是食品、名品 或者一些比較以前的品牌 甚至電子東西都是有得買的 哎呀 這個盒好美的 其實我覺得只是一個盒子已經很想展示給大家看 因為很有英國的感覺 痛感啊 大佬 又是T-Strainer 我上了這個上IG 大家都問我究竟Alice要買多少個T-Strainer 但是為什麼我又買了這個T-Strainer呢 因為之前有朋友就很好 他送了整套Wedgewood茶具給我 一套四個杯四個碟 很漂亮的 那我心想既然有一套這麼完整的Wedgewood茶具 那就應該要找一個跟他配合的T-Strainer 那我上網其實已經看到有這個樣子 誰知真的讓我很輕易就買到了 一打開的時候 嘩 那個造工是很漂亮的 任何一點的黑色都是沒有的 而且它的底部是有三隻腳 那就可以凍在桌子上這樣 但是它有一個唯一的缺點 就是它不是在英國製造的 它是在泰國製造的 我看到它Made in Thailand那一刻是有一點點卻服 但是我看完它整個T-Strainer 真的一點缺點都沒有的時候 那個售貨員又走到老遠的拿那個T-Strainer給我 我也不好意思不給錢 所以還是買了 很漂亮 好了 到最後最後 也是大家最想提到的東西 好 直接過來 就是這個Celine的包包 叫做Classic Bag in the Box 我相信大部分有留意開手袋的朋友 都會知道這個包包的存在 其實我自己不是經常去買名品的人 不是每個星期去巡視名店 每個月都會入新貨的人 所以我自己買袋的準則就是 我要那個包包是容易配 而且我經常會用 而且它會比較長壽一點的款式 所以Celine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其實我本身就不是想買 Classic Bag in the Box這個包包 我本身是想買Sango的 如果你平常很多東西的話 這個包包就很完美的 本身是想找大象灰那一類的顏色 但是現在還未有 我一瞎一瞎就看到 這個Classic Bag in the Box好像也挺漂亮的 不如就 無所謂 拿下來試試吧 不試油至可 一試就啪著了 我將這個包包一揹上身的時候 是覺得 哇 真的很漂亮 它是一個自帶光芒的一個手袋 那先說一些實際一點的東西 它就是一個中型的Classic Bag in the Box 其實大型已經比較少出一點 小型的話我覺得太小 就比較難安裝到這麼多東西 這個尺寸我覺得是最完美的 也是最經典的 怎樣開這個包包的呢 其實就是按這個按鈕 就可以打開到這個包包 Celine的字就會在這塊東西蓋住了 如果你在表面看這個包包 是完全看不到一絲Celine的痕跡 但是你就會知道它是Celine的 而且它分配了很多格 讓你可以擺放多一點的東西 最前面這一格會有兩個洞洞 可以讓大家放一些唇膏 比較一條條狀的東西 既然有這兩塊東西的時候 這裡就會窄一點 你就可以放手機 或者是你的粉餅 這一格就有拉鍊的 可以放一些貴重一點的東西 而且怕你一打開蓋就會掉出來的東西 這個包包的外面 是用一個光滑的牛皮去做的 大家留意的話都知道 Celine是一個出了名的皮質質 非常之高質的一個品牌 所以如果你買Celine的包包 不需要擔心它的皮質 是會不耐用的 但是我必須要說 這個包包的皮質是耐用的 就是它不會那麼容易稀厚 很噁心的 但是它比較容易花的 這種光滑的牛皮 可能你掛一掛只有一條刮痕 但是我看網上的留言 有些人就說 反而有時候經歷過一些傷痕的時候 這些皮具 看來會更加有復古的味道 所以我接受了 它會被刮花這個事實 也沒辦法 因為你買了你也遙遠了它 遲早會花 你什麼皮也好 怎樣也會花 但是其實它也沒有小羊皮那麼細緻 而它裡面 就是很軟熟的羊皮 這裡 這個位置是很軟熟的羊皮 當你伸手進去拿東西的時候 是會充分感受到 它的羊皮軟滑的程度 我要特別提及 它裡面也用了羊皮 因為很多品牌 可能為了降低成本 裡面也會用一些布料 去做內襯 但是它就不是用布 它就直接用了皮 你可想而知 它這個袋子是多麼笨 我覺得它這個Srap 長度 就跟亞洲人挺合適的 它又不知為什麼 比較短身一點 就算你斜背也好 它一斜背 去到的位置 一來到已經是腰間 其實我覺得 如果那一年 你不是流行短帶的話 是會有些少短的 但是側背的話 跟東方人我覺得是挺合適的 所以如果你的人不是很高的話 其實它的袋子是可以配合到你 而且它的皮真的 我覺得是高質得太誇張 因為每逢把這個袋放在哪間房間 那間房間就會充滿著它的皮味 先放在上面 我不可以再亂摸它 否則它會越來越復古 那大家最關心當然是 價錢 Classic bag in a box 是一個Celine裡面 不便宜的一個袋子 它在香港 在賣34000 但是它在倫敦 就是在賣2850磅 其實英國也很重的稅 所以你在Selfridges買的時候 它會退回13%的稅給你 最後截掉所有東西之後 大約的價錢就是26500左右 你想想34000和26500是相差多遠 七折到八折左右的價錢 所以如果大家真心對Celine的袋子 很有興趣的話 強烈建議大家去歐洲買的 還有我覺得最重要是救大家 不要亂買東西 還有最重要是用自己的錢來買名牌 記住啦 那今次的倫敦購物分享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Bye Bye